原本預計在下週回歸的眩崖 22日經濟公司突然發表聲明 表示他因為健康問題 將暫時推遲新各發行和活動 去年首次向大眾公開自己患有憂鬱症和恐慌障礙的事實 並且還被診斷為迷走神經性昏厥 為了能如期發行單曲一直堅持努力治療 然而機勢也有不斷的抑制和努力 最近又再度發生了迷失性昏迷的情況 為了保護藝人的身體 公司判斷他目前最需要充分休息和靜養 決定將活動暫時延期直到恢復健康 將會不遺餘力幫助炫亞以健康面貌重新活動 而公司也提前公開了有炫亞親自填寫的新曲歌詞 其中幾句 不要看別人顏色過活 想要變得更自由 為什麼像我一樣就是壞的 透露了自己心聲的歌詞 讓粉絲們都相當心疼 表示雖然是等了許久的回歸 但身體健康最重要 希望他能好好休養早日康復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